大家好,我是洪茶,那今天有個更新公告 那這次公告我覺得最好的一個點 就是這個 它的未擁有的SP武將包變成400個 原本的話是600 那這個還新增了一個原本的600它只能隨機的 那它現在變成是新增指定武將包 所以之前如果直接把它換掉就真的有點可惜了 但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還蠻好的改動啦 然後第二個也是優化 優化的話就是它不用在那邊一直等 惡夢章節不用一直等 它一鍵挑戰就可以了 然後只要你挑戰過的就可以自動一直刷 這個實在是不會浪費太多的時間 那再來的話就是有一隻劇情武將叫玩玩 那至於它是什麼樣子的武將呢 就可能要等到明天才會知道了 那再來的話呢 打造 那打造的時候 你打造一些你用不到的專屬武器的時候呢 可以有機會獲得主題的 以前我記得是沒辦法的 那現在是可以獲得主題也可以獲得普通的 所以你並不一定要用那個 你的那個特殊圖子 就是也是拼運氣啊 但是當期的沒辦法 沒辦法就沒辦法 好然後再來的話 商城計測包 計測包這個東西我沒有課金喔 就無所謂大家就無聊看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優化體驗 這些東西都是比較簡單的優化而已 好那有一個喔 第六點的第二個喔 它有十次免費次數我覺得蠻好的喔 就是有些時候亂洗啊都會變成 就你有十次機會可以 還有亂洗的機會喔 整體來說我覺得不錯 那就是期待一下 SP武將包跟玩玩啦 好今天影片到這邊 謝謝大家